今天真的很高興 對我來講是一個舊地衝柔 但是這個舊地現在變成一個更大 而且更蓬勃發展的一個臺灣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我們建盪輪胎去年剛慶祝建場六十週年 不只是在國內有名 更是全球知名的品牌 很多知名的廠商 比如加安特爾 維達 原廠的配胎就是我們建大人胎 很多世界頂尖的自行車隊 他們的賽車胎也都是指定用的圈返 在疫情期間 全球產業都面臨供應鏈不穩 成本跟運費高漲的一個挑戰 而我們建大人胎不僅能夠遠地經營 更逆時成長 展現了臺灣企業堅強的任性 現在為了協助產業因應 後疫情時代的挑戰 行政院的團隊已經公布產業 以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的計畫 內容包括轉型 升級和具體的策略 我們用直接補天或其他方式 來協助企業員的轉型升級 我們希望不只是要協助企業過度 度過難關 也要協助企業進行智慧化 低貪化和轉型升級 我們也會提供專家的輔導團 提供諮詢和診斷 並且提供資金的協定 來給我們中小企業有更多的支持 此外 行政院所規劃的疫後 特別預算 現在比方正在省異當中 除了協助企業的疫後等副市 也會特別獲出資源 還協助企業落實進行轉型 我知道我們建大為了落實進行轉型 都評選符合環保法規的公路上 採購環保的材料 也在生產過程中落實了我們節能減碳 建大也推動數位轉型 除了自行車或電動運輸工具的輪胎 都不斷推崇出新 是臺灣企業升級轉型重要的點快 我剛才近來特別注意到有一款輪胎 剛才我們的董事長 也特別跟我們解釋 就是不用充氣的人臺 這個是真的開了眼界 對國防工業的發展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我要再次感謝我們建大學的想應和協力 和政府一起推動重要的政策目標 我們也會繼續推出一系列的計畫跟措施 支持我們企業升級轉型 讓臺灣的中小企業都能夠一起越見越大 謝謝 謝謝大家